小苏说,她现在负债20多万,起因是几个月前有朋友找到她,让她在平台上帮忙借款,说是能拿到两个点的佣金。 平台上借的比较多,因为我已经毕业了,然后我在网商贷上借了15万,然后携程上2万,滴滴上也有2万,美团上1万,23万你算一下,6000多吧,这个佣金。 跟小苏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小陈,给小苏介绍这个业务的是小陈的学姐。 小陈说,学姐舒某向她推荐的时候拿出了一份证明函,上面说舒某是公司递推员工进行刷单,她的下属员工还款由浙江经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担保。 当时,舒某还给她看了浙江经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平台合作的转账截图,说是推广预算费有170多万,可以作为用金发给他们。 就是跟我们说,那些平台为了说吸引更大的用户,然后要做更好看的数据,就是要做那些,借款了不是要还款的吗? 你没还款就要逾期,然后她做到那些就是不逾期的,就是完美的数据,然后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什么的。 她这个佣金不是直接给我的,她就是通过给我的学姐,然后我的学姐拿到我的手上。 小陈说,从各个平台借来的钱会转到五家公司,有重庆的也有河北的。 小陈手里有借款合同,乙方是杭州银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。 她说,学姐曾告诉他们,杭州银马和浙江经维是一个老板,甲方从平台借钱,还款就由乙方杭州银马来承担。 就比如说,你是从美团借出来的,那个钱,她是会回到美团里面的,就说等于钱借出来,然后以我们的名义借出来,再回去,每个月要还款了,在那个APP里面要还了,然后我在那个群里面跟她说一下,她就会把钱划到我的卡上。 但小苏表示,她没有收到划款。 因为我们要到还款日期的时候,应该是当天晚上会划款的,然后那天,那天就突然没有划款,联系不到那个人了。 小苏他们列了个名单,统计由200多人参与,有的借款30多万,有的几千。 小陈的学姐舒某现在电话一直无法接通。 根据天眼查数据显示,杭州银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姓鱼,电话打过去,无人接听。 公司注册地址在杭州萧山临普镇一巴文创大厦,记者找到这里并没有这家公司。 再查天眼查,浙江经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姓鲁,注册地址在杭州万达商业中心四撞。 找过去,门口的牌子被拆了,敲门也没有反应。 按联系方式打过去,对方自称不是这家公司的员工。 目前,小苏已经报警,杭州降服派出所已经给他们做了笔录,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。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。 节目 182012 2 1 1 2 1 1 1 2 1 2 1 2